快要到了 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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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我好累喔 我剛剛爬樓梯上來 我覺得我快死了 年紀輕輕的 怎麼一下就那麼累 才幾樓而已 四樓 才四樓耶 哈囉 我是Master Coach 小豬老師 我是助教原志 我們常常在生活中 看到很多人的靈活度跟關節 並沒有那麼的順暢 柔軟度也沒有那麼好 所以有時候跌倒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骨折 因此在這一集 我們要教大家 如何伸展開展你的關節 讓你身體的柔軟度變得更好 跟我們一起開始吧 OK 我們第一招呢 要做的就是我們 胸跟肩關節的一個活動度 那我們可以採用很多的小道具喔 例如你在辦公室的椅子上 在家的沙發上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就準備一個椅子 來開始做做看吧 好 來 請坐 把我們雙手往前延伸 想像你在往後面做仰視 右手 對 好 旋轉 但是呢 你少了一個胸椎的活動度 所以身體要往後 身體要去帶動它就對了 對 身體跟著帶動 因為其實我們在走路在跑步 我們的胸椎 其實是持續都在做旋轉 如果這邊過於緊繃 你的肩膀只能到這個位置 活動度就沒有那麼好了 那如果有人沒有這樣子 跟著活動過去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不要容易閃到腰 側面一樣 記得你身體的rotation要做出來 對 然後帶 頭開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記得肚子這邊穩定以後 是用你的胸椎這邊去做旋轉 所以你會感覺到肩關節跟著動 同時這也可以去訓練一下 我們身體的一個靈活度 還有一個協調性 不會只有單關節 其實所有做運動的時候 我們是所有的關節都會跟著連動 接下來這個動作是我最喜歡的動作 它是全世界最好的伸展 也是CP值最高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全身都會伸展 全身都會伸展 對 而且呢 它也有做到一些激勵的動作 所以我們一起做好不好 好 來 我們左腳往前跨 像一個弓箭不一樣 然後雙手摸在地板上 摸在地板上 然後把你的胸口挺起來 後腳伸長 對 伸長 然後我們的左手往旁邊拉長 把你的大腿靠內 靠內 夾緊 現在你是不是可以感覺到 你的左腳大腿後側臀部伸展 胸口打開 左腳大腿內側後側這邊 對 靜靜的 對 好 接下來我們蓋回來 把你的雙手放好以後 後腳跟往下踩 前腳拉長 打不直 你的臉紅了 我們趕快回來 OK 我們把右腳往前跨 我們換左腳 兩腳可以打開寬一點 把你的胸口挺起來 胸口挺起來 身體拉長往上推 確認你的肩膀手肘手腕 呈現一條直線延展 對 好 蓋回來 接下來是 把你的後腳跟往下踩 前腳往上勾 很好 所以你看喔 這個動作現在伸展 你的大腿後側多一些 有嗎 有 好 再蓋回來 我看它不太 有感覺了齁 有感覺 好 我們換邊 當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身體拉長 屁股這邊得到伸展 胸得到伸展 還有你的 這邊 這邊 胸椎也得到伸展 有沒有 OK 蓋回來 寬也得到一個伸展 然後再把腳勾起來 真不容易全伸抖 OK 放下來 再把你的左腳蓋回來 左右邊呢 一邊至少做三次 來回總共三趟 這個動作其實非常好 在你的運動前的暖身 運動後的緩和 都可以加入全世界最好的伸展喔 我們等一下呢 要再做最後一個動作 胸椎跟下肢的一個訓練的一個整合 好 OK 首先兩腳先打開 兩腳打開 雙手打開一個歪 歪 對 然後往下做 往下做 然後腳尖 摸著 摸著 然後勾起來 屁股往後推 打不直 微彎就好 感覺到大腿後側伸展 有喔 好 有喔 蹲 蹲 對 屁股坐下 坐低 坐低 然後把右手拉長旋轉 肩膀往下放鬆 好 換回來 換左手 拉長 好 再蓋回來 再站起來 這個動作呢 我們一次 就是要做三趟 OK 至少 然後 總共可以做三組 在做這個動作 如果你沒有辦法蹲得很低 就不要蹲很低 像我因為膝蓋開刀 我也沒有辦法蹲很低 我就是維持 記得 在做伸展的時候 只有感覺到身體緊緊的 不會有任何麻 痛 刺的感覺 它就會讓你覺得 肌肉被拉長的 緊繃的感覺而已喔 蹲 蹲 好 摸著你的腳尖 摸腳尖 好 屁股推 屁股推 肩量推高 你要感覺到去伸展到你大腿後側 上半身放鬆 上半身放鬆 好 再一次往下坐 再往下坐 OK 右手離開 看你天花板 記得你的肩膀是要往下壓緊 蓋回去 對 好 再換邊 邊 Nice 做得很好喔 再蓋回來 一個生理的歪 耶 好 這樣回來 連續一樣三次 三次 老師 剛做完這些動作之後 發現反而更累了耶 對 其實伸展也是一個很好的運動喔 我們記得有四個核心可以跟大家分享 要吃 要動 要快樂 心情要好以外 恢復的伸展也是一個重要的一環 所以呢 當我們運動最後的伸展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累 對 但是肌肉又幫你再做持續的拉長 收回來 它會讓你的身體的狀態會變得更好 是 所以運動後的伸展非常的重要 動作要做對才能事半功倍 今天我們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是Master Coach 小豬老師 還想看什麼運動的影片 歡迎在樓下留言 記得留言以後 喜歡我們就訂閱我們 小鈴鐺要打開 記得按讚分享喔 掰掰 掰掰 很期待 也可以按讚